今天的这幅工笔和花是画在团扇上的 卷至扇面很容易透稿 把底稿压在扇面底部直接勾线就可以 花瓣勾线用蛋末 其他部分都可以用中末 花瓣粉染用的是牡丹红 第一变颜色很浅 正反花瓣的重量也没有分别 现在是第二变粉染 反面花瓣的颜色依然很浅 但是接下来正面的花瓣颜色就有变化了 很明显颜色加重了很多 第三变粉染 主要染正面的花瓣 这时的颜色已经很浓了 三绿色粉染花瓣根部 用烈浓的牡丹红勾出花瓣上的纹理 中末纷染连碰 继继续用中末分染荷叶 第一遍双向分染叶筋 注意流水线 第二遍用中末大面积的分染两条叶筋之间 注意过度要柔和 花瓣颜色 花瓣加藤黄 平涂和叶 反叶 花金 莲碰用头绿色加藤黄平涂 藤黄色加太白点花蕊 周末点花经上的小刺 整幅画完成 作曲Q7 就让我拂袖红尘乱世装 做一场风花玄月梦 满烟杯中桃花醉人或 徇论那少年不留眠 就让我拂袖红尘乱世装 做一场风花玄月梦 来年再住一户女儿后 寻不到魔仇也从容